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3年驻托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讲第九节的标题三 因子公司少数股东增资 导致母公司股权稀释的会计处理 它也是我们所说的被动稀释 有人开始就猜成本法转权一法 不对 我原来持股 我子公司80%的股权 我是控制 我作为母公司 我啥都没做 少数股东不安分 他玩了命的往我子公司里边增资 导致我的股权被动稀释 变成70% 让您失望了 我依然能够控制我们所说的子公司 既然您稀释前期之后 都能控制这个子公司 那么将来少数股东增资的这块业务 我们就应该视为权益性业务 能走损益吗 不能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看一下准则的原文 如果由于子公司的少数股东对子公司进行增资 导致母公司股权稀释 母公司应该按照增资前 它的股权比例 计算其在增资前 它账面净资产的份额 也就是用增资前净资产乘以增资前的持股比例 这是第一个量 第二个量 按照该份额与增资后 我们所说的按母公司持股比例 这个肯定是增资后的持股比例 与增资后我们子公司账面净资产 这俩相乘不就算出两个份额吗 增资前的比例乘以增资前的净资产 增资后的比例乘以增资后的净资产 这俩份额之间的差额 如果你是增资后的这个份额大 我们是要增加资本公积 如果增资后的这个份额小 我们是充减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不足充减的 我们调整留存收益 这就是我们少数股东增资 我母公司在被动稀释之后 依然能够达到控制 我们在合并报表 要做这一笔处理 能知道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看教台这道例题 他说2012年1月1日 假公司和乙公司分别出资 800200成一个A公司 假公司和乙公司的持股比例 分别是80%和20% A公司为假公司的子公司 是全资的吗 不是 我持股80%是非全资子公司 过了一年 2013年月1日 乙公司是不是他本来持股只有20% 我们可以把乙公司叫做什么 少数股东 他不安分 我假什么都没做 是乙公司对A公司增资多少 400% 那么增资后 占A公司股券比例为30% 慢点 你如果变更后是30% 一共就咱们两个股东 那么假自然就变成了多少 70% 增资完成后 假公司仍然控制什么 A公司 A公司自成立日至增资前 实现的净利润是1000万 慢点 你是不是可以给我算出增资前 A公司的净资产 可以啊 原来是假投了800 以投了200 是不是占A公司这 我们可以勉强把它叫做实收资本 对吧 是1000 后来我们是不是有实现了净利润1000 如果不考虑利润分配的话 增资前A公司的净资产是不是2000 对 那我想问的是增资后 A公司的净资产是多少 是不是800加上200 加上1000 是不是额外多了一个400 这400 你要改变营业执照上注册资金 它就变成了实收资本 没改变 它叫资本公寄 但是它肯定是净资产当中的一员 变成我们所说的什么 2400 他告诉你不存在其他影响A公司净资产变动的事项 假定不考虑所得罪等影响 我们往下看 首先假公司原来的持股比例80% 然后原来的净资产是2000 算出我们增资前我在净资产当中享有的份额是多少 1600 能再往下说吗 增资后 我们持股比例从80%被稀释成70% 乘以增资后 我们A公司的净资产是2400 算出是1680 哪个大 肯定是增资后的大 是不是你将来的差额 应该是用增资后的净资产 乘以增资后的持股比例 点增资前的净资产 乘以增资前的持股比例 你现在判定是增资后的大 那么这时候 我们应该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调增什么 资本公寄 既然是调增就没有够不够 正义说 因为是增加 如果是调减 我们一定要注意 就有不够这么一说 资本公寄不足充减的 调整留存收益 能大概知道这个内容就可以了 这儿考主关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尤其是他要放在题目里边考 也可能他会让你算一下这差额 不是没可能 但是根据这几年考题的经验 一般来说也就是客观题 这是我们所说的标题三 标题四 交叉持股的合并处理 啥叫交叉持股 很简单 比如说母公司持有子公司80%的股权 这是很正常的 母公司能够控制什么子公司 而对于子公司来说 他也持有母公司的股权 比如说3% 这就叫交叉持股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交叉持股的含义 所谓的交叉持股是在由母公司和子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 首先母公司持有子公司一定比例的股份 我这儿举的例子是80%能够对子公司实施控制 同时此公司也持有母公司一定比例的股份 比如说3% 这种相互持有对方股份的 我们就叫交叉持股往下看 括号二是母公司如果跟子公司之间有交叉持股的情形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我再说一句话 把主流的也就是母持有子的那80% 跟我们通常情况下 抵权益正常的处理没有任何区别 抵掉子公司所有的传益 抵掉母公司长头 这是母持子的这部分 往下说 如果是子公司持有的母公司的股权 我们把它叫做非主流 怎么着给您灭掉 往下看 对于子公司持有的母公司股权 应当按照子公司取得母公司股权日 所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将其转为合并财务报表的股权股 也就是你子公司是从别人手里买了母公司 这个3%的股权 如果把母子看成是一体的 不就相当于是子公司把自己的股权买回了吗 所以它作为库存股 作为所有者权益的减项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 所有者权益项目下边 以减库存股项目进行劣势 也就是原来您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交易性金融资产 甚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核算等等 我把您这些非主流的股权投资给您灭了 改名叫什么 库存股 这笔业务其实是每一期都要抵消的 数额是你取得时的成本 既然我从一开始子持有母的股权 我不承认我认为是库存股 后续的内容我也不承认 也会进行相应的抵消 比如说对于子公司持有母公司 比如说这大分之三股权所确认的投资收益 比如说利润分配啊 现金鼓励 我既然不承认股权投资作为库存股 那这一部分我也应该进行抵消 比如说借投资收益 代方对所有者和股东的分配 这个我们不陌生是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当中的一个报表项目 这是第二个 那么接着看第三个 子公司对其所持有的母公司股权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伎良 且其变动技术当期随益 或者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不就等于松股和松股吗 按照公允价值伎良的 既然你取得时的股权我不承认 后续的我肯定也不承认 同时冲销子公司累计确认的 供允价值变动 比如说你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对应的我们其他中和收益 反向充钱 比如说交易性金融产 对应的供允价值变动随益 我给他反向充钱 总之是什么 把非主流的股权投资给他灭掉 后续的我也不承认 我们准则采用的是一种简化处理的办法 能知道就可以了 往下说 如果子子公司之间持有的这种股权投资 应当比照母对子的股权投资进行相应的抵消 将长头根基对应的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 享有的份额也进行相互抵消 永远记住 把主流的流血该怎么做怎么做 把非主流的给他灭掉 视为库尊国 后续的我也不承认 能大概听懂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标题四 标题五逆流交易的合并处理 何为逆流 很简单 母持有子的股权 如果是母把商品卖给子 这叫顺流交易 而子把商品卖给母 这就叫逆流交易 我持有你的股权 逆着投资方向的交易 就叫逆流交易 在第六章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直接看一道补充议题 他说2021年1月1日 A公司和B公司 分别出资800万和我们所说的200万 成立假公司 那A公司和B公司的股权比例 自然是80%和20% 这2021年12月31日 假公司共实现净利润是1000万 这是假公司实现的账面净利润 假定本年未进行分配 除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以外 无其他调整项目 慢点 好像这道题要说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对吧 没错 这个净利润因为是AB成立的假公司 他也没有什么评估增值 已知当年假公司向A公司销售某产品 A对假值股 那么假把东西卖给A 这不是逆着投资方向的 叫逆流交易吗 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就是逆流交易 然后成本200售价是300 A公司当年未能将该存货 对外出售给独立的第三方 是不是就应该用您加的价 乘以未售出的比例 那么就是100%算出我们所说的 未实现的内部交易随意 有人说未实现的内部交易随意 我不是借营业成本带存货底调了 没错 您学的非常好 就是在那底调了 只不过我们要研究一个后续的影响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等相关因素的影响 我把分路给您补一下 2021年1月1日是不是等于A出资800万 B出资200万成立的假公司 我现在只研究母子公司 是不是A公司叫母公司 假公司叫子公司 对 在个别财务报告中 谁的个别财务报告中 A公司的个别财务报告中 我就会带银行存款800 因为我能控制持股80% 一揽没有明细科目二揽分路上 因为我用的是成本法 借长期股权投资 你可以勉强写个假公司 800 这是我们所说的A公司 能不能给我模仿着写一下假公司的分路 完全没问题 假公司是不是A公司的子公司 是B公司的被投资单位啊 对 他实际上收到了多少钱 一共收到的钱是800 加200是1000 其中实收资本A公司是800 实收资本B公司是200 这话您承认吧 承认 好 往下说 既然是你A公司能够控制假公司 你是不是就应该编合并报表 没错 假如说把大白纸拿到手中 我从A公司那抓过一个长头是多少 800 我从假公司那抓过一个实收资本 是什么 1000 您不是要抵掉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吗 那就是借实收资本是800 加200是1000 大夫 我既然要抵消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我也不承认从武公司那抓过来的长头多少 800 这个分路没平 然后就是少数股东权益200 这200不是1000乘以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 20%形成的吗 没问题吧 没问题 这是2021年1月1日 这一天我做的核表层面的抵消分路 然后往下看 您中间不有一个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吗 假如说2021年12月31日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叫做第一年的什么年末 您能告诉我 如果站在我们原来已经学过的合并财务报本的角度上来说 您应该做什么抵消分路 这不就等于是假项A销售商品成本200 售价是300 先停 售价是300 什么都不考虑 我们是不是先要抵一个什么 内部销售收入300 借营业收入300 带营业成本300 对不对 对 结束了吗 还没有 是不是第二步我们要把假设调成真实 因为您做第一步是假设全都卖了 第二步没卖的时候 是不是借营业成本 带方是我们所说的存货 对 那是不是用您加的价乘以未受通比例 我当时说魂不裂 不论是母卖给子子 卖给母子子之间的 我们都这样底相 借营业成本100 带存货100 对不对 对 那我想问大家一件事 这个营业成本100在哪方 在借方 如果我在大白纸上做完这笔分路 是不是大白纸上营业成本就增加了100 对 是不是大白纸就承认了这个营业成本100 对 这张大白纸谁编的 是母公司编的 按照现在的说法 是母公司一力承担了这100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对吧 对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想问你一件事 不是假象A销售谈品吗 实际上这个100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还在假公司的净利润当中 既然还在假公司净利润当中 我母公司A公司只持股80% 你凭什么让我一力承担了所有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母公司A公司会认为不公平 我用的是一种权益之计 我先假设让母公司一力承担了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现在母公司反映过了 既然是假把产品卖给A 假的净利润里边有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那就意味着我A不服气 我要做完这笔分路 我是承担了百分之百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你看 你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不就是我一把了吗 如果你这么做 全都让我母公司承担了 而我现在母公司只认为 我应该承担其中的百分之八十 换个词 我就应该把百分之二十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给他怎么证 摘出来扔给少数股东 这就是我们逆流交易要进行的处理 我们教材是怎么做的 我们教材用的是右边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这是教材的做法 实际上他先不考虑 A公司母公司心理平衡不平衡 呼啦呼啦他把分路先都做完了 做完了他会发现母公司开始犀利不平衡 再摘出百分之二十 扔给少数股东 影响少数股东权益 影响少数股东随益 为什么 我给您讲的是原理 假如说我再说一遍啊 我们教材用的是这种做法能清楚吗 假如说我合并财务报表 我如果把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直接调整了假公司净利润 您假公司净利润里边含着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如果我考虑了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我只能说这是假如说 我说清楚了吧 好 教材是右边的做法 我们想看看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呀 是不是你的净利润本来是一千 因为这里边含着一百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所以我在子公司的账面净利润的基础上减掉一百 我算出调整后的净利润是九百 调整后的净利润是九百 是不是下一步 其实我可以算出调整后的未分配利润 那有人说你为啥直接从第三步开始说 AB成立一个假公司 既然是新成立的公司有评估增值吗 没有 有评估增值简直的后续变数 没有 下一步不就是调整后的净利润 那既然调整后的净利润 假如说考虑了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我调整后的净利润应该是九百 那您能告诉我调整后的未分配利润是多少吗 很简单 年初未分配利润 我现在是站在2021年12月31日的角度考虑 年初未分配利润是零 加上调整后的净利润九百 因为你没有进行分红 你没有提取盈余公计等等 因为在这你明确的告诉我没有其他调整项目 所以我调整后的未分配利润就是什么 九百 第四步是不是完事了 第五步叫什么成本法转权益法 那成本法转权益法本来应该是我们所说的三步一条 现在只有一个净利润九百 那我就借长期股权投资九百乘以百分之八十的七百二 代方是投资收益七百二 没问题吧 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所说的调整后的长头 你研究了半天 你在研究什么 研究合并财务报表 对吧 那么他调整后的长头 我从个别报本抓回来的成本法的长头是多少 有人说我不知道 您知道 您是A公司 您的长头是八百 现在加上一个调整后的长头七百二 是不是算完了 是一五二零 对 有了调整后的长头 下一步是什么 是底权益 那么在底权益的时候 我借方底调的是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借实属资本八百加二百是一千 没问题 年末未分培利润 这一定要用调整后的未分培利润 九百 然后代长期股权投资是八百加七百二 是一五二零 代方少数股东权益 那不是一千加九百是一千九吗 一千九 我A公司持股百分之八十 少数股东持股多少 百分之二十 算出少数股东权益是三百八 小心 这是我真真正正 实际上已经扔给少数股东一部分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败 他扛下了他应该扛下的百分之二十之后的金额是三百八 这是应该有的数字 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是我们所说的底损益 年初未分培利润是零 您是不是应该给我用调整后的净利润 就应该是九百乘以你A公司持股比例百分之八十到七百二 然后九百乘以百分之二十是少数股东损益是一百八 代方年末未分培利润是不是调整后的未分培利润九百 对 这个少数股东损益是你调整之后应该有的金额 那有人说你想说什么 实际上假如说我既存在逆流交易 又存在我们所说的评估增值减值 我应该清一色的把评估增值减值调整好的净利润 全都给他该调的调了 然后我往下算 但我们教材不是这么做的 我们教材是怎么做的 我们教材是用右边的办法做的 我把其他的都给您擦了 这是应该有的结果 再说一遍 这是应该有的结果 这是我们教材暂不调整 对应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结果 但是教材敢不敢说我最后的数字 跟应该有的数字有偏差 一点都不可能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啥都不调 那是不是评估增值没有 后续变动没有 调整后的净利润啥都不用调 调整后的未分培利润啥都不用调 是不是直接就到了第五部 成本法转权益法 对 成本法要调整为权益法 是不是应该是用一千乘以多少 十股比例八十 本来是三补一条 现在变成一补 借长期股权投资八百 但投资收益八百 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所说的 调整后的长头 不就应该是 既包括你从个别报报 抓过来的成本法长头八百 也包括三补一条之后的这个八百 不就变成一千六了吗 有了调整后的长头 下一步不就是底权益吗 实书资本 我把其他的都给您擦了 实书资本是一千 没有任何变化 我在这儿是净利润 暂不调整的做法 我未分配利润 是不是就应该是一千 你实现净利润一千 你要不分红 不提取盈余攻击 是不是全部形成年末未分配利润 代方的长期股权投资 你既包括从个别报本 抓过来的成本法长头 也包括你三补一条 调整后的八百 两个八百是一千六 以代方的少数股东权益 就是四百 我们就在研究它 一会儿我告诉你 往下说 最后一步是什么 抵损益 我把其他的也擦了 抵损益的时候 年术未分配率是零 毋庸置疑 我净利润啥都没有挑 我就是账面净利润 一千乘以百分之八十是 投资收益 一千乘以百分之二十是 少数股东损益 二百 年末未分配利润 我啥都没调 是一千 但是 我们右边上教台的数字来做的 这个数字是有欠缺的 为什么 因为我母公司 一例承担了所有的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一百 因为我前边 做坟路时 我给大家展现过 而现在我母公司 只应该承担其中的 百分之八十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那有人说 你到底想说什么 咱们对比一下 应该有的数字 跟教台的做法 有什么区别 咱把这个差异找出来 不就可以了吗 那么咱从第一个开始说 首先 这儿有一个长头七百二 这儿有个长头八百 借方 成本法 转权益法 有人说 长头就不一样 您小心 最后 您抵权益时 如果您生成的是七百二 您这儿抵掉七百二 您如果生成的是三补一条 是八百的长头 您抵掉八百 然后您从个别宝宝抓过来的成本法 长头都是八百 所以长头有差异 没有 你三补一条的金额虽然不一样 但是你抵权益 最后把你成本法的长头 和三补一条的长头 全都抵掉了 没有任何影响 接着往下对比 你代方有个投资收益七百二 你这边代方有个投资收益八百 我曾经在前面不止一次跟您说过 是不是本年净利润享有的份额 是通过抵损益抵掉的 对 你这是七百二 这是八百 我们看看 把其他的内容都擦了 抵损益时 是不是你是八百 我抵掉八百 你是七百 我抵掉七百二 有差异吗 没有 什么差异都没有 那么接着往下说 第一个分路 我给您画个大圈 是不是我就已经说完了 没错 往下说 第二个分路 实收资本是一千 正常抵掉了 年末未分埋利润调整后的是九百 没调整一千 有人说这个总该有差异 也没有 你借方的年末未分埋利润 跟你抵损一代方的年末未分埋利润 你借方九百 代方九百 借方一千 代方一千 是不是也没有差异 对 长头刚才咱们研究过了 就是你把个别宝宝抓过成本法的长头 还三补一条的长头 给他有多少 抵多少 再往下对比 这边少数股东权益是三百万 注意 这是直接假设调整了净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是三百万 而这边暂不调整 这是教材的做法 少数股东权益是四百 这是第一次出现我们所说的差异 我想问一下 你真真正正的少数股东权益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三百万 我再说一遍 是应该是三百万 但是对不起 你按照教材的做法 你算出的母公司一例承担之后的少数股东权益是四百 是不是你少数股东权益多确认了多少 二十 那我就把多确认的二十给你抵掉 不就跟你应该有的数字是一样的吗 你直接写个三百八 跟我先写个四百 再抵掉二十有区别吗 没有 那既然是你带少数股东权益多了二十 我抵掉十肯定就是借 我这先给您借个少数股东权益二十 我说清楚了吧 好 这是第一次差异 往下说 投资收益 经历着的份额都抵掉了 少数股东损益 小心 假如说让我们所说的少数股东承担之后 我应该有的少数股东损益是一百八 而您啥都没调 您教材的少数股东损益是二百 是不是教材就虚增了二十的少数股东损益 对了 有了少数股东权益的牵扯之间 既然你虚增二十 我就给你抵掉二十 你形成是在借方 我抵消的时是不是就在带方 对 那就是带少数股东损益多少 二十 您直接写个借方少数股东损益一百八 跟我写个借方少数股东损益二百 我再带方再抵掉二十有区别吗 没 然后年初未分配利润都是相同的 年末未分配利润刚才给大家交代了 发现什么了 规矩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从一开始 你直接给我把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调整了子公司的账面净利润 您算出应该有的少数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损益 跟我们教材 假如说不考虑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批拉巴拉算出来的少数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损益 只是我充减一个两者的差额就可以了 不就等于少数股东权益充减二十吗 不就等于少数股东损益充减二十吗 少数股东权益形成增加时是在带方 充减自然在借方 少数股东损益形成是在借方 也就是增加时在借方 我充减自然在带方 有没有发现我充减的金额是二十 没错 为啥是二十 非常简单 您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是一百 我说的够清楚吧 相当于是什么呢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我让少数股东承担其中的百分之二十 我就充减少数股东权益二十 既然少数股东承担了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他当然少数股东权益会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会减少 我就让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乘以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 给他充减一部分少数股东权益 充减一部分少数股东损益 这个题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有时候你说了吧 你这我根本没明白是啥意思 我给您稍微解释一下 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是不是始终在研究 母持有子百分之八十的股权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是不是始终在研究 如果子把东西卖给母 形成了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也就是逆流交易 对不对 对 那是不是这个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是含在我们子公司的账面净利润里边的 对不对 对 也就是说你账面净利润 一千 实际上里边含着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一百 哪怕我母公司要算 我是不是止疼呢 你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我们其中的百分之八十 对 但是我们前边做抵消处理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什么都不考虑 我第一步抵消内部销售收入 比如说是三百 但我们所说的抵消内部销售成本是三百 对吧 然后您做第二笔分路时 我曾经跟您说过 魂不立 我不论是母卖给子子卖给母 子子之间我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我是不是抵消的都是借营业成本 也就是一百代存货一百 对 当您做完这笔分路 实际代表着母公司承担了百分之百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而实际上按照现在来说 你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在子公司的账面净利准中 母公司只应该承担百分之八十 母公司觉得不公平 所以他在后边会再做一笔分路 我只要做一笔借少数股东权益 一百的百分之二十 我就等于把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摘出来百分之二十扔给你少数股东 导致你少数股东权益减少二十 我同时导致你少数股东损益减少多少 二十 表面看你是一例承担 当我做完这笔分路之后 您是不是等于摘出去百分之二十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对 前面的过程我给大家验证了 最终这两笔分路等于母公司只是承担了其中的百分之几十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八十这跟实际情况是吻合的 你已有一百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我母公司只应该承担百分之八十 这就是我们逆流交易 如果是母持有子百分之八十的股权 母公司把东西卖给子公司 这是不是是我们所说的顺流交易 没错 那要是顺流交易 比如说此公司的账面净利润 比如说还是我们所说的一千万 那我想问一下 这回是母卖给子 谁实现了收入 母 谁结赚了成本 母 其实这时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在母公司这 那母公司是不是魂不裂 不论母卖给子子卖给母子子之间 他都是作证两笔分录 第一笔抵消掉内部交出收入 第二笔把假设调整真实 当我做第二笔分录 也就是借营业成本一百的时候 贷存货一百 是不是等于母公司 一力承担了未实现内部交易 随意一百 对 因为你营业成本增加一百 导致大白只剩的合并净利润 就会减少一百 那既然减少了一百 你有什么都没调 自然是你母公司归属 您的净利润减少了一百 您承担了百分之百 那有人说这个是不是也要往下做 不做 为啥呀 为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是在你母公司的净利润里边 干我子公司经历了什么事 少数股东不会答应 所以发现什么事了吗 如果您是逆流交易好顺流交易 我假设什么都不考虑 先把内部销售收入抵掉 先把未实现内部交易随意抵掉 如果我只承担百分之八十 此时是逆流交易 我再给你充减百分之二十的少数股东权益 我再给你充减百分之二十的少数股东损益 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是顺流交易 本来就该我母公司扛血一切 因为这个未实现内部交易随意 在我母公司的净利润里边 我这笔分路啥都不挑 这就是我们合并报表做题的一个好处 有人总是玩了命的跳着脚的去问 如果是非同空 如果是非同空 我们用的是八步法 这八步法 第一步是我们所说的评估增值 第二步是我们所说的后续变度 第三步是我们所说的调整 后的净利润 然后再往下说是调整后的未分配利润 然后第五步是我们所说的成本法 转权益法 第六步是调整后的成头 第七步是我们所说的底权益 第八步我写在这儿 第一损益 有人总是问 为什么您这儿调整后的净利润 只考虑了评估增值 您看评估增值后续变动 是不是净利润考虑了评估增值 您为什么没有考虑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其实我考虑了 在合并报表考虑的方式是 我把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全都先给它抵消掉 借营业成本代存货 我不用法营在调整后的净利润 我自动先全额抵掉 如果部署由母公司承担的份额 我再充解一部分少数股东权益 充解一部分少数股东损益 我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我是单独的给它调整的 最后在整个的过程中 我不等于也是考虑了评估增值减值 我等于也考虑了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没了就这么多 所以第六章的权益法 真真正正的权益法 是同时把评估增值减值 同时把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在净利润里边调了 而我们合并报表 是先只把评估增值 调整净利润 我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我先前额底调 不属于我的 我在充解少数股东权益 充解少数股东损益 单独考虑 最终是不是这两部分也都考虑了 没错 往后别再问这个问题 我想这儿我就说清楚 我们看教材这道例子 往后您做题的时候 魂不令这个词离您远去了 只要有内部交易 就给我蹦进一根鞋 是不是逆流交易 因为顺流交易 本来就给你母公司全额承担 我不挑 如果是逆流交易 再给我充减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对应的少数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损益 对应的份课 我们看这道题 假公司是A公司的母公司 持有A公司80%的股权 2013年5月 一致A公司向假公司 这不是逆着投资方向的销售 叫逆流交易 销售商品一千万 都不用往外输 第一步 内部销售收入一千万已经有了 借营业收入一千万 带营业成本一千万 好 这是第一个 商品销售成本是七百 假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全款 将构建的该批商品作为存货核算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该批商品仍有20%未实现对应销售 也就是用您加的这个价 乘以未售出的比例 就算出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先不用往下说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头大眼麻糊头大阿糊 已经算错了 十六十 什么都不说魂不利 先给他全额底销 借营业成本六十 代存货六十 抵完了之后 我才惊喜的发现 这个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是在A公司的经历人里边 应该少数股东负担其中的20% 那我就从60万里边摘出20% 充减少数股东损益 充减少数股东损益 抵权益带方式少数股东权益 那我充减百分之二十 那就是借少数股东权益 60万乘以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 百分之二十 充减少数股东损益 抵损益借方式少数股东损益 充减百分之二十 那不就给他带吗 带少数股东损益 百分之二十 往下说 这是逆流交易 如果这道题是假 把东西卖给A 第一笔分路正常写 第二笔分路正常写 您只是没给我写第三笔分路而已 所以我们用的是一个暂且不考虑顺流逆流交易的情况下 最后有我再单独给他抵消一笔 这种做法来调整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没了 没了 在这给大家总结一下 将来我们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您听好了 比如说母公司持有子公司的股权 母公司再把这个商品卖给子公司 如果形成了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是不是母公司确认了收入 母公司节转了成本 含在母公司的净利润里边 对 那既然含在母公司净利润里边 本来就给你母公司以利承担 能不能让少数股东承担 不能 少数股东只盯着子公司的净利润 所以这时候 我应当全额抵销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你咋全额抵销的 借营业成本 带存货 没了 往下说 如果子公司销售给母公司 比如说母持有子的股权 子把商品卖给母 是不是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里边 含在我们所说的子公司净利润里边 你作为子公司的大股东 你持股80% 少数股东持股20% 我是不是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我应该让少数股东承担20% 对 所以最终的结果 我说的是最终的结果 应当按照母对子的分配比例 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和少数股东损益之间进行分配 咋分配的 先假设我母公司以理承担 借营业成本带存货 我再摘出20% 充减少数股东权益 借少数股东权益 充减少数股东损益 带少数股东损益 让他们承担20% 这就等于按比例进行分配抵消了 我后边会给大家验证 这是第二种逆流交易 第三种是子公司之间的进行销售 就是子子之间的交易 应当按照母公司对出售方子公司的分配比例 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和少数股东损益之间进行分配 有人说你正跟我说 我根本就不明白到底咋回事 实际上我们做分路是这样一条线 我们实际上理论上计算是另外一条线 只不过你做分路也好 理论也好 你之后的结论是一致的 但是这俩总是有一种平平关系 你看不出来 我先给您把分路讲完了 如果是有少数股东应该承担的未实现内部交易随意 我就充简少数股东权益 充简少数股东随意 您明白了 那下边我给您讲理论 这个数字是可以算的 就跟我们前面上过了 合表层面的投资收益可以算出来 但真正的数值是从个别报报抓回来的 投资收益是通过一笔一笔的分路堆积出来的 所以分路跟理论看就是两条平平线 但是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看下边这道理论 他说假公司持有乙公司60%的股权 给您画个图 假持有以60%的股权能够控制乙公司 2022年假公司实现净利润2000万 乙公司按购买日公允价值 持续计算的净利润100万 为啥强调乙公司 你乙公司是子公司 您每次都要用调整后的净利润 您是不是要考虑评估增值简直的后续变度 没错 这100您就把它理解为是调整后的净利润 往下说 2022年4月1日 假公司和乙公司之间发生内部交易 假卖给乙 乙卖给假都有可能 销售一批从获成本是60 售价是90 魂不立 是不是有了这个售价90 我第一笔抵消分路就已经出来了 借营业收入90 带营业成本90 没问题吧 好 他说这2022年12月31日 上述内部交易的存货对外出售80% 什么都不用考虑 我要算的是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不就是用您加的价乘以未受捉的比例 20%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是6万吗 我当时做底交分路 我跟您说魂不立不论是母卖给子子卖给母子子之间的 我都把这个6万借营业成本6万 但存货6万 我母公司一例承担了这6万 但是现在母公司心里不平衡 要是我该全额承担的 我全额承担 不是我该全额承担 我摘出来给你少出股东 对不对 对 所以他说假定不考虑所得税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们通过计算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我2022年存货中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现在不是6万吗 那么咱们接着往下算 首先假持有以60%的股权 假如说刚才的销售 是假把商品卖给乙 这是不是我们传说中的顺流什么交易 是不是假确认了收入截赚了成本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在假公司这边 没错 既然在你假这儿 跟乙公司有关系吗 没关系 人家的净利润你一分都不能动 人家的净利润60%属于你假 40%属于少数股东 少数股东绝对不会承担 他怎么能把你假公司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让乙公司承担 肯定是母公司假公司全额承担 这是我给大家分析的结果 那我们算一下 你将来有这个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你合并净利润是多少 如果没有这个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我的合并净利润就是假的2000 加上已调整后的净利润100是2000亿 我不管你谁承担 是不是将来有这6万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我就减去6万 你合并净利润变成2094 这个数字你认可吧 好 往下说 少数股东损益 我说过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收入成本的差额是含在假公司那 少数股东是乙公司的少数股东 他绝不让你动乙公司的净利润 那少数股东损益 是不是乙公司的调整后净利润100 乘以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40%等于40吧 那我就想算一下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也就是归属于假公司净利润是多少 是不是就用合并净利润2094 减去少数股东损益40 就得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054 对 其实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很简单 假的净利润是2000 乙的净利润是10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含在假公司的净利润里边 所以你要算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应该是2000 减去你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6万 加成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除了母公司自身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这100万里边 是不是有我60% 对 我们最后也能算出2054 这个数字 你用合并净利润扣掉少数股东损益 能算出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有没有发现这6万 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里边 全额减掉了 对 我母公司承担了一切 我借营业成本带存货之后 我什么都没挑 这就是顺流交易 所以顺流交易 你只需要做完这两笔分路 本来就该我全额承担 你借营业成本6万 就等于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里边 直接减掉6万 什么都不听 往下说 如果是我假持股以60%的股权 以把商品卖给假 是不是这是我们传说中的逆流交易 是不是乙确认了收入 乙结算了成本 为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在乙公司这 对 那大家想象 实际站在合并报板层面上 假跟乙看成是乙加人 你的合并净利润肯定是假的2000 加乙的100 减去为实现内部交易损益6万 算出合并净利润2094 这个数字是不会变的 往下说 少数股东损益 很自觉 您不是乙公司的净利润是100吗 您不是含着6万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少数股东自己都知道 我想有的少数股东损益是100减6之后 乘以40%得到37.6 将来我要问你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是多少 我可以用2094减37.6 得到2056.4 还可以咋算 用我假公司净利润 这回未实现内部交易 谁是含在乙公司净利润 跟我假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自身的净利润是2000 加乙公司当中属于我的60%份额 以公司是不是有6万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是不是将能100减6之后 我想有60% 没错 最后也能算出2056.4 有时候你别算了到底是啥意思 您把这式子拆开一下 是不是就变成了2000加上100乘以60%减去6 对 您把左边的式子也给我拆开 是不是变成了2000加上100乘以60%减去6 没错 如果是顺流交易 我未实现内部交易 随意在我假公司母公司这 我再算归属于我的净利润 我把6万全额抵消掉 而如果是逆流交易 未实现内部交易随意在子公司这 我前面的算法是不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属于我自身的 加上子公司的60% 有没有发现我后边不是把6万全额减掉 我只是减掉了6万的60% 我只是把属于我的那一部分 给他承担下来 你如果把这式子也给他展开 是不是100的40%减去6万的40% 如果子公司不承担未实现内部交易随意 他是100乘以40% 如果子公司承担未实现内部交易随意 他是不是多扣了一个6万的40% 你看6万的60% 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这减掉 6万的40% 从少数股东损益这减掉 没了 所以如果要是逆流交易 我还要做一笔 借少数股东权益 6万的40% 带少数股东损益 6万的40% 这不就等于是让少数股东承担其中的40% 一样的道理 没了 这就是顺流和逆流 有时候你差一个 您前面不还是讲一个子子公司 应当按照母公司对出售房子公司的分配比例 这又是啥意思 这道例题还不够让您明白呢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含在谁的净利润里边 你用到他的净利润 自动给我把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减掉之后 您再去用 如果是子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当然也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80%的股权 能够控制乙公司 假公司持有丙公司60%的股权 能够控制丙公司 2022年假公司实现净利润2000万 乙公司是子公司一 按照购买日公允价值 持续计算的净利润200 子公司二是丙公司 按照购买日公允价值 持续计算的净利润是100 等于这个是200 这个是100 往下说 2022年4月1日 乙向饼 这不是子子之间的交易 谁把东西卖给谁 乙卖给饼 将来有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一定含在乙公司的净利润 将来乙公司的净利润 您给我用的是 绝不是用200 而是200减去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之后的数值 出售一批存货 成本是60 售价是90 我管你是母子子母 资子之间的交易 我第一笔的抵销分路 是不是都是借营业收入 90 抵掉内部销售收入 带营业成本 90 往下说 这2022年3月31日 饼公司将上述存货对外出售80% 我就用加的这个价乘以未售出的比例 20% 那不就等于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是多少 6万 好 那么第二笔 什么都不考虑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借营业成本6万 但存货6万 如果啥都没做 这6万是母公司以利承担的 但是母公司不服气 往下看 是不是这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还在乙公司的净利润里边 往后给我用乙公司净利润 要用200减6 不能再用200 我说清楚了吧 好 接着往下说 乙公司和饼公司之间没有投资关系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等其他因素影响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6万 咱们已经算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2022年的合并净利润 如果没有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该多好 我就用我母公司假自己的净利润2000 加上子公司乙公司的200 加上丙公司的100 就算出来合并净利润 现在不对 有6万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我要减去6万 实际得到2294 其实他真正的式子是什么 母公司自己的用到乙公司的式是200减6 丙公司的100正常加上得2294 不论怎么写 您老人家也会 然后我们算少数股东损益 对于我们乙公司假持股80% 少数股东持股20% 那就是200的20% 错 是200减6的20%是少数股东损益 所以200减6的20%是我们乙公司的少数股东损益 38.8 为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含在谁的净利润 用谁的净利润时就把它减掉 乘以20% 模仿一下 您是不是如果把它拆开是200 乘以20% 减6乘以20% 对 先写到这一步 而丙公司 他有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没有 那实际上 我们丙公司少数股东损益 就是100乘以40% 得40 站在我假的角度 以丙少数股东持有的这部分 是不是都叫少数股东损益 那就是38.8加40 等于78.8 能告诉我 2022年归属于母公司 假公司的净利润是多少 不就是2294 减去少数股东损益 两部分之和 等于2 215.2 能有一个其他的算法 没错 实际上是用假公司自身的净利润 当我用到了 乙公司净利润时 是不是就等于200减6 乘以属于我的持股比例 80% 加上丙公司100 属于我的60% 您能不能把这式子给我拆开一下 可以啊 2000是不是加上200乘以80% 然后我把这写的前面100乘以60% 是否减去6乘以80% 发现了吗 为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一共是6万 属于我母公司的份额 6万 80% 我直接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里边减掉了 属于你少数股东的部分 直接在少数股东随意里边减掉了6万乘以2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您在这减掉了6万乘以80% 再往前问一句 这80%是什么 不就是你假持有的出售方 以公司的分配比例吗 这一时应当按照母公司的出售方子公司 以公司的分配比例 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 之间进行分配 没了 那我管你是什么顺流交易 你流交易 还是子子公司的交易 您发现一个什么规律了 没错 为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调整的是出售方的净利润 谁网出卖东西 将来有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就用谁的净利润减去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之后 你再用这个数字往下算 自动就考虑了 我们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分配问题 就整个道理 分路逆流交易 借少数股东权益 带少数股东损益 计算就是这样过程的计算 这两部分 您老人家必须会 那么讲到这儿 我就等于把顺流交易 逆流交易 这一块为什么要抵消 抵的是谁 谁全额承担了 谁按比例承担 所有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说清楚 那这一讲我就讲到这儿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